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聊一个人以及他的一本书 这个人是卡尔·波普尔,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写过一本书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它的英文名是《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出版于1945年,也就是二战刚结束 他在这本书里面讨论了两种社会 一种叫开放社会,一种叫封闭社会 在看他这本书,在这个开放社会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他还有一个学生非常有名 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我们大陆称他为金融大鳄 他在2019年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瑞士达沃斯举办的这个论坛上批评中国 说在所有的威权国家中 中国是财力最雄厚最强大的 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方面也最先进 这使得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 我们看到这里面他用了这个词 开放社会就是他老师这本书 他当年是跟着这个波普尔上的这个学 当然了,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华女士呢,在例行的计算会上 马上对他进行了反驳 说个别人发表颠倒黑白与是非的评论 毫无意义,不值一波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波普尔的 他这本书讲的这个两种社会的类型 一种呢,是开放社会 一种是封闭社会 这两种社会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开放社会 它的特点是知识是可更新的 也就是说它是不断的在发展的 而且是可证伪的 可证伪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知识呢 我们是可以推翻的 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绝对真理 如果错的话呢 我们发现它有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推翻它 可以纠正它 而在封闭社会呢 知识是确定的 甚至代表了最终真理 比如说中国古代社会 很多的这个知识 你可以叫它知识 或者说叫它伦理 它是就代表的最终真理 你不可能去推翻它的 比如说 说这个什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就是说人必须要有孩子 有儿子准确的讲 这个你就没办法去 去跟他去辩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文化多元 宗教多元 这个封闭社会呢 是文化单元 宗教单元 这个单元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一种文化 只有一种宗教 甚至是没有宗教 那在我们古代中国的话呢 就是儒教 外儒内法 所谓就是表面上看 是用儒教来治理这个社会 实际上是用法家来治理社会 那这个也是一以贯值的 从过去的几千年 一直是如此 第三个特点是 大众具有批判性思维 不盲从 封闭社会呢 是批判性思维几乎不可能 这个很显然的 在中国 古代 如果你要去批判的话 那你这个下场是 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个 知识不断进化发展 永无止境 知识讲这个开放社会 它最后导致的一个效果 那封闭社会呢 就是知识停滞不前 甚至被摧毁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 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 说中国古代科技 为什么一开始是领先的 后来是落后了 西方 其实这个问题 前提就有问题 中国社会的这个科技 一开始恐怕就没有领先过 因为整个这个社会 它的特点就是一种封闭社会 它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最后导致它的知识 是停滞不前的 甚至有时候还会 还会被摧毁 然后再重途再来 比如说我们的文革 对知识进行摧毁 然后再改革开放以后呢 再重新再恢复 所以说这是开放社会 和封闭社会的特点 下面我们可以看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大家都用了搜索百度谷歌 那么国内的话呢 如果你不翻墙的话 只能用百度 对吧 如果翻墙的话呢 可以用谷歌 那这个 只要是一个稍微严肃一点的人 你问他 这个百度和谷歌哪一个更好 肯定呢 你不可能说百度比谷歌更好用吧 对吧 如果我们要查资料 要查一些严肃的资料 肯定是要用谷歌的 那在摆 在我们这个大陆的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 相当于这种 当然我们不是全封闭啊 就是一种 一种倾向于封闭的一种 半封闭的社会 因为呢 我们 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中文的圈子里面 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喜欢查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 那这里边我举了三个 一个是中文的百度百科 一个是中文的维基百科 还有一个是英文的维基百科 那这个 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呢 你只会查百度百科的话 这是最低一级的 因为百度百科的很多的词条 它是源于维基百科的 或者就是 就是说直接把抄过来的 然后中文的维基百科呢 是英文的维基百科呢 翻译过来了 当然有些 因为英文的词条没有的话呢 中文维基百科就自己写出来了 绝大部分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而且有的时候呢 翻译呢 也不是的 但总体来说质量比较高 中文的维基百科词条 质量是比较高的 而中文的百度百科 因为它是几乎都是超字 维基百科 而且有些 超的这个格式呢 还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呢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严肃的 这个应用 去查这个资料的话呢 首选的是 应该说是 英文的维基百科 当然前提是你英语要能过关 其次是中文的维基百科 再其次是百度百科 那这里边呢 维基百科和英文的维基百科 它不代表 它虽然是服务器在美国 但是它不代表任何国家的立场 它是一个客观的 中立的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它这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的一个 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代表 好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